一台箱形車疑似想要右轉 下一秒反悔 方向盤往左 后方機車措手不及 为了闪箱形车 机车撞机车 骑士倒地不起 发生车祸了 箱形车没停车 直接开走 后方目击骑士看不下去狂追他 你害人家跌倒了 你要留下来啦 你怎么办呢 没有啦 你刚刚转音一出来 你害人家跌倒了啦 你要留下来啦 箱形车驾驶装蒜不甩劝说 凌晨一点一台黑色轿车 自撞电线杆 车头壮烂 车体满是刮痕 因为我在房间疼痛一声我就出来了 看是有些人说是放心 又是酒驾 肇事难疑似脑震荡 酒测值高达0.82 他向警方宣称为了谈业务 应酬喝酒 然而酒驾上路 撞断电线杆 台电派人更换 因应施工停电718户 导致该电线杆底部断裂 并造成该地区多户停电 台中红光客大附近 号制灯刚转红灯 第一台机车左转闯红灯 后方机车竟然一台接着一台呼啸而过 前后16台机车接连闯红灯 出现羊群效应 这些违规机车全都逃不过 1800元到5400元的罚还 记得纯粹冒黄山台中彰化采访报导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喔